大杂院住着街坊和四林 新朋友旧相识 有事没事串个门 照钱孙礼鸡毛蒜皮 锅碗长篷瓢盆 用我心换你心 人间他有真情 我说你干嘛老跟着我 你再跟着我喊警察了 哑巴 残疾人 你说你身强力壮的干点什么不好 会得沿街稀讨 得得得 给你一块钱 别得跟着了 你今天怎么那么残人呢 得 再给你五毛 没有了 笑气不理 你怎么骂人呢 我这叫骂你啊 出门 出门啊 好心好意跟你钱你还骂人 我这花仙买骂呢 你把钱还给我 你还给我 还给我 还给我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啊 这 小梁啊 你怎么跟个要饭的搭起来了 你 大姐 你给我评评这礼 这哑巴 他骂人 你看你 哑巴 一个残疾人 别跟他计较 一看这位大妈就好啊 她是个明白人 对 我是明白 我不明白 我糊涂了我 你不是哑巴吗 你怎么说话呢 这公民有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 宪法上写的呢 我怎么不能说话啊 不是 可是你是哑巴 你怎么能说话呢 哑巴就不能说话啊 哪条法律上规定的啊 法律倒是没有这条规定 可是可是你 你就是不能说话 好啊 你们俩合伙起来 其次咱们残疾人 你们配不道德的 谁不道德呀 我说你这事 满家姐 你甭 甭开废话 这就是一骗子 咱们把他送派出所去 对 派出所 还是错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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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 算 让他跑 让他跑啊 呦 哑巴也是个假的 你说这 假冒伪劣东西太多了 一不留神上当 你 所以咱们就得提高警惕 小心地方嘛 本体他房不胜房啊 你梦的妈 多会买东西人啊 前两天 买了一床黑心背 呦 梦的妈 又买床黑心背啊 什么叫又买一床啊 这就是原来那床 哎 不不不 咱昨儿不是找那小贩去了吗 他说答应今儿给您换一床 说的好听 我今天再去农贸市场 他那摊已经撤了 呦 我上哪找他去啊 你说我留着这堆垃圾 有什么用啊 干脆扔了 干脆扔了拉倒 别别别rit 别扔了呀 这东西留着有用 嘿 小马 到现在你还跟我说风凉话呢 孟大妈 您别误会 马大姐的意思是说 楼里东西可以做个物证 咱们继续向他索赔 他人都跑了 我找谁索赔我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虽然那个黑心小贩跑了 但是他的摊位是农贸市场租给他的 根据销法 咱们可以向农贸市场索赔 走 多亏人家梁主任 要不我这四十多块白扔了 所以咱不仅得掌握那个消费知识 还得学法 这样吃灰上当 这到哪说理去 明儿我就上街买一本 那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我好好研究研究 以后大伙遇上这路事 找我就行了 就您 还研究什么消法 看得懂吗 听说那消法呀 一共就五十三条 说五篇多一点 好学 那也得分谁 常言道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这您要搁着我 学这消法 肯定是困难了 这对您来说呢 那困难就更大了 可是我还不如你 还得说是人家小梁主任有水平 我为这黑心被的事啊 白跑了好几天 人家一去 三两句话都解决了 人家大学毕业 懂法 大学毕业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何忠生大学毕业 还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小梁主任大学毕业 还不是整天跟那底层没文化 这老公人民混在一块儿吗 嘿 说谁呢 谁没文化呀 你说怎么说话呢 我是说 有没有文凭不重要 我连小学都没毕业 我现在不还是个有钱人吗 你关键是得有本事 能挣钱 你这年头竞争越来越激烈 没点本事怎么混呢 你就是只鸡 你也得长着一只会刨石的好爪子 没错 潘总啊 您就有一只这样的好爪子 我说马大姐 怎么说话呢这是 我错我错了 应该说您有一双这样的好爪子 这来差 嘿 miş Stick 661 1 2 1 2 5 5 5 6 马姐您在呢 秀没啊 我有个事啊 想请教您 你看我这枕筋 有质量问题 能投诉吗 当然能了 不过这枕筋 有什么质量问题 我瞅瞅我瞅瞅 这枕筋不挺好的吗 挺新的 喝着漂亮 这胡蝶绣的 跟活的似的 没错 跟活的一样 我儿子刚枕了一天 这胡蝶就飞到脸上去了 洗都洗不掉 真神 掉啥啊 遇到这种问题 你可以要求退货 我今上午去了 可那商贩死活不承认 这枕筋是他们卖给我的 他们不承认 那你可以到消邪去 投诉他们呀 实在不行 还可以跟他们打官司 这么点小事 消邪能受理吗 怎么不能啊 听我的没错 明天到消邪投诉他们 行 那我听您的 没事 来 三哥 走啊 马大姐 我跟您自行个事 你说你 昨日我们家安理防盗门 甭问 质量问题 不是 人家那质量特别好 连我自身都打不开了 这还不是质量问题呀 你可以要求退货 货是肯定得退 可我今儿晚上住哪儿啊 要不 我跟您这儿操个一脚啊 你跟我们家睡一脚算 怎么回事啊 我带你上潘总那儿去 反正这段时间呢 小哥不在家 你跟他呢 凑合一走的了 哪儿哪儿 什么事啊 我就是吃的不懂消法这亏了 去年 我交给了一个婚庆介绍公司 二百块钱介绍费 人家给我四个姑娘电话 接我一个没成 大清兄弟 不是我说你 你这好吃懒做爱吹牛的毛病要是不改呀 多少姑娘你也成不了啊 我有毛病啊 那他们也不至于连面都没见过一次就知道我有毛病啊 那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这头一姑娘半年前就出国了 出国了你还跟人约会呀 那赶紧约第二个呀 您就别提这第二个了 电话还没打完呢 爱了这臭骂 约会不成人你在 干嘛骂人呢 您不知道 这第二个 才十二岁 你跟那未成年人约会啊 那是得骂你 第三个也是话没说完就骂得我狗血喷头啊 又骂人 还是未成年的 那倒不是未成年 今年三十二岁 三十二 那正好跟你般配呀 般配吧 完了人都结婚一年多了 结婚 结了婚你还跟人约会呀 那是得骂你 赶紧那些丈夫脾气不好啊 还能揍你一顿呢 你可不是 你四个也是啊 电话打一半人家骂我一顿呢 又是 已婚的 倒不是已婚也不是未成年 人家死三年了 这 可是这婚解中心 给你介绍一死 太缺德了这个 这你可以要求他 退款 他死活不退啊 不 他不退款 你可以根据消法 告他 内职人是不懂的消法 这种亏呀 我也没少吃 前年啊 我到一个个体诊所拔牙 花了二百块钱 结果呢 这个坏牙没给我拔下来啊 把这好牙给我拔了 你拔错了 可以要求索赔 可那医生呢 他死活不忍上 愣说这种手术 他已经做了二十八次了 就是蒙 他也该蒙成功一回了 哎呦 我这一回都没拔队过 哎呦 这个啊 你根据消法啊 可以让他赔偿你的经济损失 可那医生啊 他说什么也不敢赔钱 最后愣给我中了颗假牙 那 那假牙质量怎么样啊 那假牙质量还真不错 看上去啊 跟真的一样 可就是疼起来啊 也跟真的一样 这属于医疗事故 根据消法 你应该要求他加倍索赔 对 可是人家说呀 这患者呀 不算消费者 不归那消法馆 患者不属于消费者 谁说的 患者花钱购买这个医疗服务 也算消费者 对 可人家说医疗服务啊 是一种特殊服务 跟别的行业不同 医疗属于特殊服务 那什么行业不特殊啊 那餐馆服务还是特殊的呢 要照这么说 那什么行业都不适用消法 咱还要消法干什么呀 你别瞅瞅我来啊 这不是他们 他们一口咬定 这医疗求分不适用消法 那 那还没在这管他们了 不是 我听说啊 有一个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专门管这事的 哦 叫什么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没人我上街买一本 我好好研究研究 告诉你们一特大喜事 怎么着冒姐 怎么了 昨儿我们家的防导门啊 让小兜给撬了 运气好啊 该找我老王发财了 你有毛病吗 你们家人给盗了 不乐成这点 你们不知道 我那防导门啊 带二十万元的保险 只要在使用过程当中 出现质量问题 立马赔付 该找我老王发财 今后我也是有钱人了 这问题赔二十万呢 这好啊 等会儿 我说你们家那防导门哪儿买的 你没牙呀 我也看看那防导门 二姐 我也看看 我也看看 消邪的同志 给我们调理了一下午 可是那商场就是不同意退货 他凭什么不退货呀 实在不行啊 罚他 可是那消邪同志说了 他们是社会团体 也没有处罚权 建议我向工商局申诉 上工商局申诉啊 发他们个底儿跳 对不起 工商局同志也挺忙的 那上千万的质啊 大家还查不过来呢 我一条破诊间 就别麻烦人家了 那你还可以上法院 打官司 打官司 我哪有那闲工夫啊 就为投诉 我都已经请了两千架了 这奖金都泡汤了 那你可以请个律师 让他带你 这条破诊间 我请个律师 我知道了吗 再说了 哪个律师能接这案子呀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啊 我打算认倒霉了 别认倒霉呀 哎呦喂 就没啊 我告诉你 这伪劣假冒产品 为什么这么猖獗 都是让你们这些个 认倒霉的消费者 惯的呀 就没啊 拿起法律的武器 跟他们斗争 你老百姓 我凭什么跟人家斗啊 老百姓怎么了 啊 福建那个龙岩 有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啊 就是因为到北京来出差 公共电话厅里打电话 多收了他五毛五分钱 人家怎么着 三次进京大官司 历时一年多 花费上万元 最后终于胜诉 真的 依法迫使那电话亭 双倍赔偿 秀美 跟人比比 您这觉悟差远了 双倍赔偿 那就是一块一 花一万多 就赔一块一 这不是有病吗 这怎么是有病啊 这是原则问题 山西 还有一个叫韩成刚的 在那个什么 瘫痪病研究所工作 就是因为写了几篇 那个科普文章 说某某口服液呀 是假冒伪劣的产品 结果被那个 口服液厂雇的打扫 差也没给打成瘫痪了 你跟人家一比 比不了 我可不想瘫痪 我还是认倒霉吧 你去门一听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小姐 哎呦 冒起呀 快来快来 快坐快坐快坐 你那二十万 保险金拿到手了吗 别提了 今儿一大早上 我就上那防盗门厂了 可人家说 我们家那防盗门 不属于质量问题 不是质量问题 人家不负责赔付 那小偷 把你们家那防盗门 都撬开了 还不属于质量问题 可人家说了 质量问题指的是 在使用防盗门的过程中 比方说 被门夹了 被门割了 被门撞了 被门砸了 这才是质量问题 这么个质量问题 嘿嘿 我 等等 就算按他说的 那前两天 你开那防盗门 愣开不开 这总算质量问题了吧 我说该算呀 可人家说 既然小偷已经成功的 把这门打开了 就证明他们厂的防盗门 没有质量问题 这真是胡说八道 你算 冒起你也是 放着那么多名牌的防盗门 你不买 干嘛偏偏买这防盗门呢 我那不是看这广告上说 买这门赠二十万元保险吗 你看 这虚假广告 这说明书跟产品也不符啊 这说明书上说 配有这报警装置 你那门上没有吧 我说了 人家说这说明书的封面上还有一大姑娘呢 你也要啊 这简直是强词夺礼啊 广告 虚假广告 产品 伪劣产品 冒起 咱们可不能跟他们善罢甘休 马大姐我帮你打这场官司吧 您帮我打 妈 您可真够可以的 一天功夫就把家里搞得这么烂七八糟的 识别假美元无法 无可挑选防盗门 广告法 产品质量法 合同法 食品卫生法 您这要干嘛呀 别捣乱别捣乱 没看我这学习呢嘛 学好了帮你冒习叔叔打棍子 你就知道打棍子连饭都不做 你妈我快饿死了 饿了 外户有方便妹 自个泡一碗 顺手给我也泡一碗 你老让我吃方便妹 算了 我看您也挺辛苦的 刚好我今天发了奖金 要不然请您下馆子吃一顿 下馆子 还得说是我闺女 等一下 我得收拾一下 这么趣味有什么可收拾的 我得带上这本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还有这个食品卫生法 还有这价格法 您带这么些东西 您累不累呀 有备无患嘛 万一那饭馆 要是坑蒙拐骗 宰咱们一刀 咱们就可以用法律说话 不跟他废拓嘛 走 一个残疾人 别跟他计较 一看这位大妈就 就就就 不是 你不可以二理他 留着东西 可以做个物证 咱们继续向他索赔 他人都跑了 我上神 人家 说五篇多一点 好学 这一位分是谁呀 常言道啊 男者不会会者 商贩死活不承认 说这整机不是他卖给我了 说错了 他不承认 你卖给你 把他错了 可以要求索赔 是 可人大夫啊 死活不 对不起 赔上你的经济损失 可人家医生啊 他说什么也不能赔钱 也不肯赔钱 对不起 看上去 跟真的一样 可就是疼起来 也跟真的一样 这属于 医院 谁说患者不属于消费者呀 我们花钱购买这个医疗服务 消费者 不是消费者 完全就是消费者 可人说呀 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服务 是跟着别的行业不同 医疗属于 医疗属于特殊服务 那哪个行业服务不特殊啊 餐馆服务不特殊啊 那照他这么说 那哪个什么 昨天我们家的房道门 让小偷给撬了 该找我走 喝 谈走门了 喝 谈不怀了 还是不同意退货 嗯 实在不行 不知道 你也不第一句 建议我向工商局申诉 向工商局申诉 你 赶快折柄 终于胜诉 真的 依法 迫使那个电话亭 赔偿的双倍损失 人家说了 质量问题指的是 在使用房道门的过程中 发生了 比如说 简直是强词夺理 产品是伪劣产品 广告 虚假广告 冒险 咱可不跟呢 睡手给我也泡一碗 你老让我吃风间面 算了算了 看你也挺辛苦的 我这 你这什么 挺辛苦的 谁说人活着就为了钱 不该关的闲事 还是得关 虽说昨天像一阵不过眼云烟 从现在开始也不算晚 你拍一 我拍一 赖汉也能取好气 你拍二 我拍二 人老还得有个伴儿 你拍三 我拍三 五一神功要揭穿 你拍四 我拍四 出事不能自不自了 你拍五 我拍五 虚假广告太离谱 太离谱了 你拍六 我拍六 装修还得自己弄 你拍七 我拍七 偶尔咱也打回地 你拍八 我拍八 小孩岛链必须抓 你拍九 我拍九 两口子吵架别动手 你拍十 我拍十 发挥余热还不吃 谁说是金元家 他太平凡 没有老百姓 社会不能发展 灾难的日子 只要你有个信念 没说你忙一没时间